鼎心集团受到大家的抵制 前国策顾问好名义在脸书上批评 鼎心收益走成都来自中国 台湾应该要抵制鼎心购买有线电视系统中佳 还有跨入4G电信产业 刚刚成立的台湾之星 避免鼎心身手干预媒体 我又娶了一个媳妇 我现在也是一颗心两倍的喜悦 满满的祝福 希望我们早日去拜见户居 能够促成这门情势 8月底微音交欢喜宣布 鼎心并购中佳 勾勒4G有线电视系统 物联网三网合一蓝图 不料接连爆出时安风暴计划可能生变 鼎心在彰化之有起家 1990年代附入投资 打响康师傅方便面名号 1998年回台收购卫权股份 2005年再并正义归于返乡 却带回黑心油噩梦 卫权跟正义都不是鼎心原本持有的公司 都是它在大陆赚钱之后 透过各种方式去取得它当地的经营权 卫权跟鼎心在大陆的话 是3000比300 十分之一不到 所以也就是说 对于鼎心来说 即便是台湾的市场没有了 并没有影响它非常剧烈 一年内三次出包 全民怒抵制 然而鼎心早把经营重心 移往大陆 前国策顾问好名义 在脸书上呼吁 除了抵制鼎心食品 更要抵制鼎心购买中家 与跨入4G电信产业成立的台湾之心 避免鼎心身手干预媒体 鼎心最近的大规模投资 包括101大楼 包括台湾之心 还有中家 这里面所需要的年代金额高达540亿 我还没有包括鼎心跟卫权 已经之前所借的款项 这金额可能接近700亿左右 所以如果银行抽银根的话 那么卫权跟鼎心 在台湾的基业会出问题 经管会主委曾明宗证实 银行已暂缓顶薪并中家贷款 连刚签约的土地开发连贷案 也得重新考量 几天来为家罔顾企业责任 持续省影切割 顶薪犹如过街老鼠 消费者政府联手 要收回无良商人的立足之地